坐牢也可以用手机 产产大鱼大肉 限时可以去专房和咖啡店 甚至赌钱 买个房间自己住了独立仓 还有得叫鸡 是不是真的? 这些不是韩剧Penhouse的狗血剧情 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哥伦比亚监狱 在里面只要有钱 坐牢也像住家村 开始前记得订阅Channel C 上集讲到 我们访问了两个在哥伦比亚 拉莫德洛监狱坐牢的香港年轻人 Tommy 和火水 经历了一场死过翻山的大暴动 今集我们全港首次 将他们的绝密育中生活大公开 不过戴上头盔 这条片只是给大家开眼界 绝对不鼓励别人犯法 这条片是2019年12月底 一大班囚友搞了个随直倒数东西 看下桌面 有可乐、汽水、撒蛋、沙律、面包等等 原来除了大时大节 平时囚友都会开下生日派对 这次受声工就是个法国仔 宝贝 虽然只是简单吃建锡 但他们已经都很开心了 而最特别的是 这裏坐牢不需要着续衣 大家喜歡穿什麼都可以 這間就是 Tommy 的囚室 就等他帶大家 room tour 這個兩人房 一個床位月租要 25 元美金 已經是有錢人住的房 但看起來和香港的劏房差不多 大約 100 呎 有獨立廁所、梳化 火水和 Tommy 住在主要囚禁 在外國人的 3 號倉 整個倉有 4 層 我們的居住是漢 每一層都有一條漢 那… 生活環境 有時間吧 不過 1、2、4、5 號倉 環境就惡劣得多 那裡主要囚禁本地人 而且個個都是極度重犯 包括殺人犯、恐怖分子 反政府武裝分子 一個倉差不多逼爆 1,600 人 現在你看到 8 套點點 那些全部都是垃圾 現在… 一張椅子 都是… 四周都是垃圾 直水 住了大約 1,000 人 就是低於公共的廁所 只有五格 他們在房間裡是沒有廁所的 最多只有尿兜 他們是在房間 早上才會充滿 事發網可能肺炎 衛生環境十分差 但在這個全哥倫比亞 規模最大的監獄裡面 有錢是可以使得鬼推磨的 不只可以隨時轉倉 還可以買一間單人房自己住 你買一間房間給自己單人住 可能要收你幾千元港幣 大概2,400至2,800元港幣 之後你還要每個月交租 交百多元 你有手機 你也要交保護費給亞Sir 大概就是20美元一個月 你有錢 還有很多享受 你可以買一些在街上的食物 你可以拿進來 你有錢的 你可以買電話 你有錢也可以 在一個花錢的監獄 可以這樣說 當然收費比市價貴 起碼貴三四倍 可能在街上 你買一個項目 只是欠三元美金 不如這樣說 但如果要亞Sir帶進來 可能收你十五元美金 也貴很多 在監獄 有圖書館 Gym Room Coffee Shop 球場等等 但樣樣都要錢 他們就唯有靠香港家人接濟 他們都要寄 大概都幾百元美金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監獄 還有很多東西玩 叫做德州撲合 可以賭錢 有德州撲合 然後來玩飛行機 又賭錢 還有很多東西 然後還有健身室 你每個月都要付錢 設計送學校 沒有自由 你找一個人進來 當然很容易 有扯皮條之餘 還有一些可能是朋友介紹 也有 30元美金 因為這裏探監 是可以入房 所以只要有人疏通 就可以帶很多東西進來 你要帶馬 我加音 什麼叉都有 你要喝酒 喝威士忌都有 既然有這麼多生意 自然就有賺錢的門路 好吧 Tommy就說想賺錢 可以幫人做一下私人清潔 但想再賺多一點的話 你去德州撲合 做河官 幫人派牌 又有錢賺牛 那他把桌子的老闆 就要付錢給我肉粹 每個月大概付100元美金 嘩 這麼棒 坐一輩子都不悶 這樣想就真是大錯特錯了 因為這裏 是出名血腥監獄 死了都不知什麼事 2016年就爆出恐怖肢解案 在地下水道發現 100具失蹤者的屍體 當中大部分都慘被肢解 所以Tommy 說 每天在這裏都心驚膽戰 後悔當年為了賺快錢開店 信錯了朋友 參加免費旅行團 我是完全不熟悉地方 各隊都言語不通 那些人又給我一件行李 我叫你們帶回香港 賺錢 等登機期間 就被那些類似叫緝毒犬 聞到味道 就驗不到是無解恩 根據當地法例 偷運超過五公斤毒品 屬於特別案件 以十年八個月為量刑起點 無緣無故要坐十年 立即找律師打官司 怎知又被人騙了十萬 最終他找另一個律師幫手 幫他求情到五年十個月 至於另一個香港人囚犯火水 就因為沉迷賭博 搞到走投無路 想著問財仔借錢 怎知一毫子都借不到 對方叫他帶貨去哥倫比亞 事成之後有十萬元回報 結果他被揭發運毒 當地法官跟他說 行李重11公斤 就告他偷運11公斤毒品 和我媽媽打了一個視頻通話 我們兩個都哭著嘴 看著大家 我媽媽問我們大約要坐幾年 我媽媽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哭出來 那一刻也沒有錯 因為我心想要去面對 二十一年的刑期 很害怕 因為人生就這樣玩完了 幸好最後找到一個好律師 私人律師要求取回可卡因證重報告 最終得出不夠1公斤 我都很開心 上天他叫做原文署我 給我這條山路走 由二十一年的刑期 減到他剩下四年 他最希望可以提早假釋 回香港見下媽媽 因為他覺得最對不起的是媽媽 我真的很後悔走這條路 我都很想念我家人 現在監獄中爆發了沐漢肺炎 我都很怕會死在這裏 我很希望可以藉主的影片 分享給更多香港人 知道我現在的處境是怎樣的 我都很希望出獄之後 可以重新做人 其實他們兩個已經很幸運 只是判監幾年 我們翻查過外資料 不少青少年 被販毒集團有騙運毒 而不同國家 對運毒犯都罰得很重 甚至可能面臨死刑 好像泰國一樣 根據當地毒品法 走私海洛嬰 冰毒 安菲他命等第一類毒品 最高刑罰是死刑 2017年6月 就有3個90後男女 聲稱將木雕由巴西運去泰國 但被揭發行李暗格 收12.3公斤可卡恩 3個人當時面臨無期徒刑 後來其中2個人認罪 判囚25年 2016年5月 一個24歲青年 又是參加免費旅遊 去了新西蘭 在當地負責接收由香港寄來的毒品 最終被當地警方拘捕 告他泛運20公斤冰毒 判監16年半 所以各位年輕人 千萬不要行差答錯 大家喜歡影片的 就記得comment、like和share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 下次再和大家看更多踢爆 字幕提供 可以請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